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过去的2022年走势可以说比较的惨淡 大多数主要的股市都出现了下跌 美股更是出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 最差表现 内地互生和香港股市全年 也是以双位数的跌幅收官的 但不少的大行仍然是看好 3D股市在今年的表现 美股连升三年后 在2022年受到各地央行积极加息 经济衰退优律和俄乌战士 等多项不利因素的影响而回落 道指下跌接近8.8 标指下跌超过1.9 而纳指更是连跌4个季度 累计大跌超过3.3 三项指数的跌幅 都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 而总的来看 全球股市在去年大跌约两成 市值损失达到14万亿美元 是有史以来第二个恶劣的时期 同时内地互生股市和香港股市 也都不能幸免 互指全年两度探低 144月底跌至不足2900点 10月又再次失手 到最后两个月才占稳3000点上方 全年互指累计下挫超过15% 是过去4年来的最大跌幅 而深市的跌幅更为明显 深城市累计跌25.85% 创业版纸下挫近三成 全年两市的上市公司总数 都增加超过6% 但新股发行活动降温 上市招股公司的数目不足200家 而两市的市值分别下降 超过一成和超过一成八 不过大部分机构仍然看好 A股今年的 有望提前 积极变的因素已经开始累积 由于大盘的估值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后续稍微有点利好 股市就能反弹 在过去的一年 俄乌战争加剧全球通胀问题 美联储为首的主要央行 急速大手加息 叠加疫情的影响 也拖累香港股市全年表现疲弱 港股由去年年初的24000到25000点水平 反复下行 到第四季度时 更是失守15000点大关 但在11月的传统股灾月 大盘逐步骑稳 全年累计跌幅有所收减 但仍然超过15% 是2011年以来最恶劣的 全球股市有分析师认为 港股在过去一年里的跌幅较深 反而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即使航指上升到超过21000点 未来12个月的市盈率 也将不足10倍 同时随着内地经济企稳复苏 房地产市场的支持措施成效显现 市场信息将加速恢复 也有助于股市估值进一步的修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再次邀请到了 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蒋凡先生 和我们一会儿来探讨分析 蒋先生 过年好 新年好 蒋先生 其实在去年春节的时候 咱们已经做过了这样一个展望 和一个投资策略的分析 那回顾过去的这一年 您觉得咱们的这个投资展望 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总结 可以给我们复盘一下 我觉得可能最有意义的一个判断 就是利率决定了一切 去年市场的这个震荡也好 最后的结果也好 实际上都是跟利率息息相关的 是由利率带动的 利率确实是升的 比大家想象的幅度要快 比我自己想象的幅度也要快 主要是政策当局想买一个保险 这样加息的幅度跟速度 都相对比较高一点 这样的话决定了市场去年 是比较震荡性比较大 然后整个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资 也是下滑的很厉害 所以您的判断 金牛我们是否还要延续 这样一个投资策略 还是要重点紧盯着利率的 这样一个变化 是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 按照自然年段中断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继续的过程 因为现在这个政策的焦点 就是最后这个利率 是停在一个高位上 还是会向低位移动 这个政策当局是持续的 再往上加息 速度有多快 幅度有多高 这个可能是决定 今年这个资本市场表现的一个关键 那从投资人角度来说 您的判断 接今年这个利率 会有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势 我的看法跟这个市场的主流略有不同 市场的主流相对是比较鹰派的 就认为这个通胀 可能需要得到一定的这个压制 这样的话这个政策当局 特别是美联储可能还会继续加息 加得比较凶一点 对 然后在这个通胀达到4以下的时候 还会继续加 一直把它加到这个通胀变成2 就是通胀目标了 对对对 我自己的看法是可能不太会 可能4到2中间就会有个间歇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经济会出现两种 三种可能 两种可能是大概率实验 一种可能是小概率实验 要么就是硬着陆 要么就是软着陆 要么就是不着陆 不着陆可能是最小概率事件 那不着陆的结果就是 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当局的这个 利率的这个姿态会保持一个高位 因为你不着陆就是你通胀的风险 还在那 甚至是更高一点对不对 你需要不断往下压 但是我觉得硬着陆跟软着陆的风 这个这个概率可能加起来是远远超过这个不着陆的 那就是您的结论就是看不管怎么说这个 肯定是都得着陆了 不管是硬还是软的问题了 这个怎么着陆是一个争论对吧 我也不是说我会说的对 但是最后的结果实际上是一样的 这个软着陆跟硬着陆最后的结果都是 就是利率都会下来 那硬着陆下来是因为不好的结果 软着陆下来是因为好的结果 就是说通胀下来了 对吧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 从投资的角度 然后资本市场来说 您觉得最大的风险在哪些方面呢 这就有意思了 如果这个判断基本上符合逻辑的话 那就是说利率会下来的话 或者比市场下来 说的这个想象的下来的空间要大一点的话 那么今天我们对这个整个的风险偏好 可能偏悲观一点 那个时候可能要调整 这样的话呢 可能对这个风险的偏好呢 要向上拉一点 换句话说 资本市场表现可能会比大家 今天想象的要好一些 所以您是觉得从接下来 投资布局的角度来说 可能我们这种风险偏好 应该要设置的容忍度更高一点 对的 我觉得特别是这个 如果仓位不太满的朋友 其实这是一个建仓的机会 您不可能等到市场拐练之后再检藏 那就晚了对吧 所以从布局的角度来说 可能您的认为 风险和这个收益 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正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的 好 谢谢蒋先生解读和分析 你是说到了投资策略的这个分析 其实还有一块是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 就是在过去一年衰退的这个阴霾 还是笼罩着全球的经济 那么在通胀还有加息的压力之下 今年全球的经济又会何去何从呢 中国的经济会不会波云见日 为全球复苏注入新的动力呢 下集我们将继续 和蒋帆先生一过来探讨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投视 说到了全球经济的走向 我们同时也要分析一下 外部的环境和内部的环境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和花旗银行 董事总经理蒋帆先生一过来探讨 蒋帆先生您看 我们先来说全球经济的发展 确实前进有很多充满问号的地方 从外部的环境来说 您觉得美联储加息 会不会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变数 因为整个2022年 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幅度 是谁也没有想到过去40年以来 最激进的一种加息 那它的这种高紧缩的这种状态 是不是在2023年还会维持下去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认为说 可能到了2023年的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开始 美联储可能会降低 它每单次加息的幅度 但是从美联储很多的这个表态 我们又不难看出 它似乎还是认为将会有持续 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种加息的状态 您怎么来判断美联储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个美联储这个整个政策 实际上是有两个手段 一个就是加息减息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说 我有时候说 那把市场给说下去 对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出一个微妙的这个节点 就是说它还会加息 我认为还会加息 但加息的幅度跟速度会远远低于去年 另外一个手段就出来了 就是我得说 而且说的姿态要比较强硬一点 让市场给吓走 所以每一次美联储这个议席会议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这番讲话 其实反而对市场产生更明显的这样一个作用 这就是在这 那之前我们可以看鲍威尔的这个态度 相对来说是比较鸽派的 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很明显 特别是在2022年的最后一次议席会议之后 他的那个态度就出现了非常强硬的转变 就很多人说他从来没有这么鹰派的这样一个表示 是不是接下来鲍威尔还会有如此的这样一些动作 所以他我觉得就是利率政策降息减息越强硬 他说的就越会温和一点 反之如果是越温和 他说的就要越强硬一点 两个要有配合 那明显就是表里不一吗 我说一套和做一套这是两个概念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市场其实因为加息的窗口是固定的 对 在这个之间是有一段时间的 那市场呢就是还要找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美联储主席也好 副主席也好 董事局这些董事也好 他们说其实也很重要 也是一个窗口指导的一个方向 明白 那其实您在刚刚的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 就是您认为美国从4到2这个通胀的可能性 现在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状态在这里 强硬把它压到2可能会带来更多负面的影响 那美联储对这种政策的外溢效应 又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如果说美国保持在4%到2% 这样一个通胀区间当中 这对于比方说欧盟 比方说对于英国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他们的这个衰退的风险会不会变得更高呢 我觉得越像这个利率美元 利率越向低位走的话 比如说这个通胀从4到2 然后这个整个利率相对 因此会稍微间歇度大一点的话 对这个整个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 就是说美元会相对弱一点 其他货币主要货币会相对强一点 这样的话对这些国家的经济 对复苏本身也带来一些变数 如果美元弱的话 我觉得无非就是对4个货币会比较弱一点 因为你不可能对自己弱对吧 总要找一个对家 欧元 英镑 日元 人民币 我觉得这里面最可能的两个 一个是人民币 一个是欧元 也就是说欧元跟人民币 所以在来年2023年之后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这样一个汇率的提升 或者修复 修复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其实我们都在关注 就是说你也一直在说 我们要重点关注 就是这样一个利率的变化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 全球大环境的这样一个利率的变化 会不会变得就更频繁了呢 因为现在美联储 它有这样一个比较频繁波动的 这样一个表现 对于全球所有的主要货币 可能都会产生这种汇率的 这种波动的这种影响 对 我觉得就是当这个利率 作为汇率的主要因素的时候 利率确实是比较重要 但是当这个利率开始 本身政策进入一个平缓的阶段的时候 它对汇率的影响就相对小了 那个时候对汇率的影响更多的会出现 比如说这个国家的赤字 财政赤字也好 是贸易赤字也好 还有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 政治环境这些东西就开始出现了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今年的话应该说 整个对非美元区 包括新型国家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修复空间 那说那债势呢 我们现在看美国 特别是美债 它这个倒挂 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可能也是跟利率关系 非常明显的 这样一个直观现象 您怎么判断 接下来美债的这样一个走势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美债我自己的看法是其实现在是一个挺好的机会 特别是短债 因为所谓债就是一个固定收益产品 对吧 你跟客人如果解释说一个东西是固定收益 他听了肯定演一个人 很高兴对不对 但是固定收益也有不好的地方 如果通胀才比高的话 你固定收益就惨了 对 如果通胀是下滑的空间比较大 就是整个周期是往下走 那固定收益 实际上买到一个锁定在一个高位 然后在一定的时间有固定的收益 就很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刚才的判断是基本靠谱 就是说整个利率空间是往下的 那这样的话 你把自己的这个收入或者是收益 锁定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点 去买这个资产的话 也就是债券的话就比较好 但你不能买太长 买太长的话变数太大 就买短一点 比如说现在两年期的国债 是4以上4.3左右 那就是最坏的情况就是 今后的两年 你每年收益率是4.3 那很多人也比较高兴 对 好 这是外部环境的一些 一些变化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内部的一些环境变化 其实大家都知道2022年 中国的经济确实受到疫情比较大的影响 到了2023年 疫情防护政策出现了比较重大的 这样一个调整 大家都在期待中国经济的复苏 那我们说经济复苏的动能 会不会由此出现转变 之前我们都在看消费也好 投资也好 出口也好 这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支撑点 那从您的观察来看 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动能 会不会说支柱会不会出现一些变化呢 我觉得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因为中国经济增长 其实经济学家都会告诉我们 就是说出口这一块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整个世界供应链的问题 对吧 就是中国的出口是一枝独秀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已经有点到头了 甚至会出现逆转 原因特别简单 一个就是发达国家 就是我们出口去的那些国家 它的经济也在下滑 需求就少了 需求少 还有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经济复苏呢 实际上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 而服务业对外国产品的需求 其实是比较小的 比如说旅馆呀 航空业呀 什么这种东西 对吧 也是内需 餐厅是内需 对吧 所以对中国的产品的需要也是会小 这两个东西合力起来 对中国的这个出口 实际上是形成一个不太有利的因素 再加上人民币如果汇率修复的话 对吧 对出口也有影响 也有影响 所以可能就像您说的 这是我们的经济动力 可能更多的需要内需 内需无非就是两块 一块就是基建 还一块就是房地产 对吧 消费会有一波 我觉得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因为大家三年没消费了 对不对 然后出国旅游也好 怎么样的也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消费 就是家庭消费支出 可能受到这个收入的影响 因为毕竟收入也是一个变数 对吧 所以可能就是还是政府 就是说你房地产也好 还是这个基建也好 可能这两个是最主要 其实您已经特别提到了房地产 我们可以看整个2022年 中国房地产也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无论是供给面还是需求面 可能都面临着一个调整 那您刚才也特别提到 这个收入 特别是有一个数据 就很有意思 就是2022年的前11个月 我们居民的存款收入是增长的 是非常多 那也就是说大家不愿意 把钱放到买房子这件事情上去 其实大家没有什么消费意愿 所以导致了房地产市场 也出现了不像 没有以前那种大量的资本 投入到这样房地产市场当中 那您觉得接下来房地产市场 怎么才能够去改变这种窘境 我们不要擦大水漫灌 所有资金进去 但是也不能没有钱 进到房地产市场 这个是怎么去改变的 我觉得房地产最坏的时候 可能过去 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它那个债融资市场 开始出现松动 原来是什么 我债到期了 发不出新债 也就还不了旧债 那一下就资金链断了 好多人家人会破产 或者是违约 对吧 这个最坏的时候应该是过去了 因为政府开始开放 债融资市场 第二个最坏的时候过去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人可能去买房的意愿 受到这些抑制 比如说你毕竟要出去才能买房 要看房子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很大的变数 刚刚咱们也在聊 一个是这个中国老百姓买房的意愿 受到了这个整个偏好的影响 就新生代它到底是不是需要买房来养老 像我爸爸那样 对 或者新生代是不是考虑到买房 然后就安居乐业在一个城市叮嘱不放 还是说我远程办公 或者我到一个别的地方去换一个工作 租房为主而不是买房为主 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干扰性是蛮大的 就是说现在可能很多人买房的目的 和原来是不一样了 对的 以前买房叫安居乐业 那现在买房了不起就是一个住的地方而已 对的 它可能随时有变动 那我买房的这个情况就会出现变化 对的 那这种这种改变 会不会对于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带来非常大的这种本质的这种影响 我觉得周期上影响可能不是特别大 因为房地产周期 是从一个特别低位开始的 可能会有些反弹 但从结构上来讲 我觉得房地产市场 可能会出现一个整个结构性的变化 换句话说 从中国老百姓的资本投资的整个结构来讲 不是作为一个必需品 它可能会被别的东西取代 所以购房已经不是一个刚性需求了 不是一个刚性需求 换句话说 不一定就是说我买几套房子 我就比较安全 比如养老 或者是我可以盼展升职 总有下家街 现在你买了几套房子 可能就没有下家街了 明白 所以购房可能更多像是一个资产配置的一方面而已了 对 而且还有就是中国这个整个人口结构 人口流动 你也看得出来是像大城市一线城市一线半城市集约 这样的话 这个房子的分配就出现很大的落差了 谢谢蒋先生解读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地缘局势 还有大国博弈的这个环境之下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持续面临着挑战 对于资本市场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新一年又有哪些投资的机遇 在下一节我们将继续和蒋帆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 稍后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听透视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蒋帆先生 一块来关注一下全球局势的变化 蒋帆先生您看在过去我们常提到的 就是大国博弈可能更多看的是 中美两国两级之间的博弈 但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发现局势有一些变化 就是可以看到是多极化的这种格局 是非常非常明显 这种博弈局面的变化会不会对于资本市场 或者是全球的经济发展会带来 比较大的这种变化呢 一定会的 因为这个大家比较关注是中美之间的博弈 实际上还有两股势力 一股势力就是一直在 只是被两国之间的一些事件给引盖了 就是欧洲 对吧 对 存在感没那么强以前 对 像美国人老说美国第一对吧 对对对对 那美国第一呢 欧洲说我男人是第二吗 对吧 他所以在各方面政策里面 美国通过这些法律补贴自己内部的产业 那实际上是损害了欧洲的第一 第四种博弈的这个势力慢慢在出现 就是这次俄乌战争 实际上有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的国家 没有参与这个制裁俄国 主要是新兴市场 比如说非洲啊 中东啊 拉丁美洲 参与制裁是零 没有一个国家参与 这些势力我觉得也会崛起 对整个资本市场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重新化解 那比方说像中美之间 特别是美国这个芯片法案 对于芯片企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那接下来这种格局的变化 比方说芯片企业 平台企业 平台经济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种变化呢 我觉得可能变化是更多的是 就是说从去年和前年开始 就是说大家各管各的 就是说重新修复自己的供应链 去保证安全嘛 但很多小国它实际上是 没法做供应链 对吧 所以它还是要团聚在一起 就是说属于那个 区域合作 区域合作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 所以可能这也是一个趋势 那蒋先生我们特别好奇 一般来说资本市场 对于新兴技术的这个关注点 是比较敏感的 一般来说有新技术出现 资本市场都是须之若鹜的 那去年我们可以看到 比方说像这个氢能源 或者是核聚变的这些新的技术出现 这会不会对于接下来 资本市场的这种布局 出现一种新的变化呢 可能影响更多的是私募股权基金 就是一级市场 因为好多这些新技术 实际上不是这个上市公司做 还是在这个项目阶段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这一波可能还会有 就是说私募股权基金的这个成长 覆盖到这些新技术 因为新技术现在好像有这种 突破的现象 对吧 就是整个这个模式 开始出现断层变化 比如说能源的问题 你刚才说这个巨变 对吧 核巨变 但就像1995年跟00年这一波 这个整个投资 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启发 就是做新技术的 比如当时新技术就是光铅 还有互联网 对 基本上全军覆没 就你要投资的话是血本无归 但是没有他们当时做光铅 跟互联网投资 我们今天也不会用到5G 对吧 所以我们是这个 等于是后人在乘凉 所以我觉得可能投资 在二级市场上 还是要稍微慎重一点 意义上是可以稍微进取一点 这样做一个稍微互相互补吧 那对于普通老百姓 或者说投资者来说 可能更多还是在二级市场当中 的关注点比较多 那像鉴于您说的 在二级市场可能要谨慎一点 那可能更关注的是 说新技术本身 还是说新技术带来的 产业链的上下游 相关的这种概念会是值得 可能上下游 就是说你比如说 不管什么样的技术对吧 我们知道有一个东西 是抖不掉的 就是网络安全 这已经是大规模的 出现商业化的现象 在二级市场也很普遍 比如网络安全这一板块 我觉得不是一年两年 是今后很多年 你可以长期持有的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自动化 因为这个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需要 还有一个就是被人口增长的制约 也劳动力增长 实际上停滞了在很多地方 所以自动化 机器人 这些东西 这个板块 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长期长期持有的 第三个其实很有意思的 跟这个新技术也有关系 水 我们想到水就是喝 农业 其实你想半导体 没有水是不行的 不行 对吧 还有很多东西跟水有关系 就是工业用水的这一块的东西 对的 所以其实不仅是水本身 你像马桶 你有马桶没有水也不行 印度要是达到 中国的马桶的水平的话 还需要增长700倍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 这个板块也可以长期持有 就不是一年两年 这跟新技术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就是您说这个产业链 它可能不在那个核心 但是因为这个新技术的需要 是带动了它们的成长 今天特别感谢蒋凡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谢谢 那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陪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